養殖池旁人潮滿滿 不管大人小孩 每人手裡都拿著一根釣桿 圍著池子來釣蝦 馬路邊堤防上 還有池面上的釣區 全都擠滿釣客 家義這釣蝦場 特色就是不計時不計人頭 全看釣上來多少 秤重算錢 還能現場做活蝦料理 許多家長喜歡帶小孩來 一釣就是一整天 罕見的戶外釣蝦場 是季節限定開放 因為天一冷 蝦子不吃餓 像是今年一到三月 釣蝦場就得休息 另外在高雄 也有一間特色釣蝦場 主打親子同游 大人釣蝦 小朋友也很忙 廣大園區有各式各樣遊樂設施 雲霄飛車 家長踩腳踏車來運轉 還有可愛動物區可以餵食 空間很大 小孩子玩也很方便 釣蝦的他會帶小朋友來 就讓他們方便他們玩 不只遊樂區 旁邊釣魚池也免費 當然釣蝦場不可少的美食 這裡也都具備 鳳梨蝦球各食熱炒 家族叫上一整桌 玩樂兼聚餐 看準親子商機 傳統釣蝦場紛紛轉型 不管是戶外飛機時 還有主打兒童遊戲區 都很受家庭客歡迎 三一序問黃企超股部線 SNG小組嘉義高雄報導